一个行业女生少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吗 很多行业女生都少 比如说在现在最现代化 国际化的行业 复仇者联盟里 最开始六个超级英雄 是不是也只有黑寡妇一个女的 而且这个组织还敢叫复联 最令人生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你知道黑寡妇的超能力是什么吗 我特意去网上查过 黑寡妇啊 她因为被苏联的军方 特别精密的基因技术 特别用心的基因改造过 所以她衰老的速度 比别人慢很多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超能力是要怎么拯救世界的 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 没有了 她们还是做了一些别的努力的 她们除了延缓了她的衰老以外 她们还顺便给她做了绝育手术 我真的忍不住要怀疑了大哥 你改造她真的是为了让她战斗吗 你就是想留住她的身材吧 你要是为了战斗 你就把它改成灭霸那样呗 那战斗力多强啊 而且跟绿巨人谈来还特别般配 如果结婚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女性的幻想 就永远是年轻 漂亮 身材好 为什么女英雄她就不能老呢 她怎么就不能是老人 她为什么不能60岁 对吧 你知道吗 就是宝金沧桑 历经风霜 头发滑白 两眼放光 一些高级的喜剧机场这样 她身材虽然不像原来那么完美了 但是她就往那一站一人很有气势说 我看哪个孙子要毁灭地球 先问问奶奶我答不答应 你看啊 她叫别人孙子都不是为了骂人 只是单纯的出于年龄和背后的东西 多酷啊 但是就不能这样拍 这样拍观众就不乐意了 观众会说 我不想看这个 我想看的是黑寡妇 不是真寡妇 但是不要这样啊 不要对我们这么苛刻 而且你仔细想想 黑寡妇就注定是真寡妇 因为她太能活了 没有一个男人能走在她后面 但是我虽然老抱怨 我作为一个女生 我有时候想要这些我就很烦 但我其实知道我其实处境没有那么惨 你知道我有很多选择 只不过我没选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节目 我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我努力写 写不出来硬写 像这些男演员一样 你知道 但是其实我也可以选择不写了 你知道我就直接不写了 但是其实我也可以选择不写了 然后等有空的时候去敲李蛋的门说 嗯 瞧瞧成功的门 成功的门也可以瞧 不要瞧我的门 真是 我写不出来 喜剧太难了 我可以慘了 那你带了 几个小火 我闹瞧